狗狗变乖并不难 Hello 大家好 我是游戏20年 训练经验的职业训练师 老飘 狗狗有问题 老飘来帮忙 跟着老飘一起来了解 如何让你的狗变得更乖吧 我相信很多朋友呢 都有过跟自己家狗 一起游戏的这个经历 那么经常有很多朋友在问我呢 老飘 我们家的狗不会玩 我把球扔给它之后呢 它就拿着球跑了不给我 或者说我给它球之后呢 它只是拿着球在一边啃 它不跟我玩 今天呢 老飘给大家讲一讲 该如何正确地 跟我们的狗来游戏 让我们的狗呢 跟我们人更好的游戏起来 那么今天的猪胶呢 是我家里的一只 巧克力色的拉布拉多 桑尼 桑尼 来 好 坐 定 那么众所周知呢 拉布拉多呢 都是非常好动 而且精力无限 而且特别好吃的 那么 针对它这个好吃的性格呢 我们来跟它来如何正确地游戏 很多时候呢 我们拿到一个球 或者拿到一个玩具的时候呢 一开始会把这个玩具扔得很远 让这个狗去捡 我们就会把这个狗冲出去了 它捡到了 或者离它太远之后呢 它冲出去一半 没捡到就回来了 或者它捡到之后呢 就自己叼着跑着玩了 那么我们如何建立第一步 不跟狗正确的游戏关系 让它爱上这个玩具 那么首先还是一样 我们要用到牵引带 坐 首先套好牵引带之后呢 我们把牵引带拉到最长度 拉到最长度之后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这个狗 好去抓这个球 而这个球呢 我们要怎么去扔 这是非常关键的 你不能说拿着球 直接扔出去 就OK了 而是要拿这个球呢 让这个狗有吸引力 让它感到好奇 那比如说 这个球在这里 逗着它去找 逗着它去咬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假装掉落 它就会马上捡到 然后这个 它捡到之后 不要去管它 这个球 拿到给不给你 先叫它过来 过来 好 那么过来的第一步 不要马上去拿它的球 因为这个时候呢 它会认为 你一叫我过来 就会抢我的球 而是怎么样呢 先去抚摸它 表扬它什么 表扬它拿到了这个球 然后 再开始 问它要这个球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拿到球之后 怎么办呢 拿到球之后 不要从嘴里拔出来 而是用牵引带的方式 用牵引带的方式干嘛呢 往后拉的同时 给它提醒一下 让它吐 吐 然后再做一遍 大家看一下 往后拉牵引带 让它吐 看到了吗 我的手没有动 而是让它吐出来 好狗 棒的 那么同样也可以干什么呢 如果你的狗 非常爱吃的状态下 它咬着 对吧 我们拿一个吃的来 看到了吗 马上把球给我了 好狗 好 那么继续 这个时候呢 我们人顺势因为蹲下来了 那么就不要再站起来了 就通过你的这个牵引带 能够到的最长度 让它来抓这个球 好狗 来来来 来来来 来 我们把吃的放起来 不然它光惦记着吃的 来 来 好狗 棒的 好的 嗯 好 吐 它吐给我 好 在哪 好球 好狗 吐 它吐的目的是什么 想要吃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吐的目的呢 就是想要吃的 对吧 那么我们为了强化它这一步呢 继续玩 好狗 来 好的 吐 好狗 吐给我之后 把吃的给它 那么这是建立了什么呢 建立了它首先去抓这个球 第二呢 球拿回来之后有吃的 来 好 好狗 三尼 来来来来 我们就先从近距离的开始 三尼 来 来来来 好狗 来 来来来来 好狗 哎 好 适当的呢 拖一下牵引带 就是把牵引带松开 就距离不要太长 你看 它在开始找吃的 对吧 这就是拉不拉多典型的 想要吃的 那我就不给你 我就是不给你 你的东西是在这 你只有做对了才会有吃的 让你 去 好 对 哎 球呢 哎 在这里是吧 你现在先给我了 先给我没有用的 当它非常激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玩了 因为在它非常激动的时候 你去跟它玩的时候呢 就非常容易受伤 特别是初期训练的时候 一定要让它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之后 方尼 去 好狗 那它丢给我了 对吧 它丢到我脚下了 为什么 因为它聪明 它知道 丢给我之后就有吃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吃的转换为什么 转换为表扬 就是老票经常会说的 好狗 棒的 好狗 他不会跟我再抢玩具了 对不对 那么 通过这个方法呢 我们逐步延长 把欠带延长 那么怎么样做呢 来 定 去 好狗 来 坐 来 坐 吐 过 大家看到了吗 当他看到我的时候 我才会把这个奖励物给他 也就是才会把吃的给他 当他学会了能够把球 扔到我脚下了之后呢 这个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把欠带 放到地面 而不是把它解下来 因为解下来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 因为别的东西的吸引力 跑了 因为球的吸引力 没有别的东西那么大 因为毕竟我们是 训练前期 那么 怎么样做呢 还是一样 要让他吸引到 好狗 好狗 去 好狗 来 好的 记住 这个狗一旦 闲球回来 我们人 在训练初期 一定要蹲下去 迎接他 迎接他什么 迎接他回来 回来之后 表扬他 表扬他之后呢 你看 他就会把球给我了 球呢 起来 那么他就会把球给我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球在他眼前 而且我的高度降低了 那这个时候呢 对他来说 就没有那么多的压迫感 跟他玩起来 就更顺畅一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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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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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狗 好狗 来 去 去 找 好狗 来 好的 来 好狗 好狗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当你的狗回来的时候 不要马上去把他嘴里的球抢下来 让他闲着 然后我们去抚摸他 表扬他 表扬他什么 表扬他带球回来了 然后 吐 明白了吗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 然后呢 当他能够几次巡回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掉牵引带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掉牵引带 但是去牵引带的时候 有个技巧是什么呢 就是让他注意到球的时候 我们去把牵引带取下来 好狗 去 好的 也不要一开始扔远 好 吐 好狗 跟他游戏 我们语气一定要轻松愉快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不是用命令似的 去 回来 闲 不要命令似的 要轻松愉快地跟他玩 来 好狗 来 好的 来 去 来 好的 好的 好 吐 好的 这里呢 还有一个细节 大家非常要注意的 就是说 你的狗如果玩四五次 它就不太往回跑了 那么呢 我们就玩两次 就收起来 让它始终对这个球 或者对这个玩具 有一个非常高的期盼度 而不是等它玩够了 我们再收起来 如果玩够了再收起来 那么只会造成它越来越对这个东西没兴趣 而玩了几次之后 那么玩到它最兴奋的时候 我们把它收起来之后呢 它始终对这个还有期盼度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像他 扫尼 当他注意力不其中的时候 扫尼 大家看到了吗 当他想玩的时候 是他想玩 而主动权在我手里 什么时候扔 怎么玩 主动权在我手里 那么他想跟我玩 那么他就要跟随着我 大家看到了吗 当他的注意力不其中的时候 当他非常热切期盼的时候 好 去 好 够 来 好 够 棒的 来 好 吐 好的 给 来 坐 怎么样 大家看到了吗 该如何正确地跟你的狗玩球 该如何正确地跟你的狗 进行游戏互动 这才是我们作为一个蝉使官 最应该去学习 最应该去做的 跟你的狗 更多的游戏 更多的互动 才能够增加你跟它的亲密度 跟亲和度 这样呢 也能够 更方便我们日常 培养它 更多的好习惯 OK 这期的视频呢 到这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是游戏20年 训犬经验的 直接训犬师 老飘 还是那句话 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欢迎大家 点赞 评论 加转发 老飘 在这里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OK 拜拜